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急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赐给他们讲解 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异象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记着四脚从天坠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 见那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 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凯撒利亚拆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竟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 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肥尼基 和塞普路斯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普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 劝勉勉众人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那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 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老丢年间 果然有了 于是 门徒定义照 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 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 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那时 西律王下手苦害 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 西律拿了彼得 收在坚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伴他 于是 彼得被囚在坚里 教会 却为他 怯怯的祷告神 西律将要提他 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钉当中 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 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泪旁 拍醒了他 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 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万一 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 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 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 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 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得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 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地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哦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 主怎样领他出街 又说 你们把这事 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 往别处 去了 到了天亮 冰丁扰乱得很 不知道彼得 往哪里去了 西律找他 找不着 就审问 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拉 拉去杀了 后来西律离开犹太 下凯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西律恼怒 推罗 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 是从王的地土得良 因此 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 柏拉斯都的情 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锁定的日子 穿上朝服 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 立刻罚他 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巴拿巴和扫罗 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古利奈人陆球 与芬芬之王西律 同样的马念 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 往塞浦路斯去 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 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经过全岛 直到帕福 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 假冲先知的犹太人 名叫巴耶稣 这人常和方伯 士求保罗同在 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听神的道 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 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 抵挡使徒 要叫方伯 不信真道 扫罗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 计恶 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 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 夹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 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四下里求人 拉着手领他 方伯看见所做的事 很稀奇主的道 就信了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帕弗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彼西里的安提阿 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 二位兄弟 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说 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 请听 这以色列民的神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 约有四十年 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此后 给他们设立世事 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姆尔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将变亚敏支派中 基氏的儿子扫罗 给他们做王四十年 既废了扫罗 就寻立大魏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魏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一线 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 悔改的洗礼 约翰将行进他的城图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我姐他脚上的鞋带 也是不配的 弟兄们 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 这旧式的道 是传给我们的 耶鲁撒冷居住的人 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 也不明白 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 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 同他上耶鲁撒冷的人 多日看见他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 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者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归于朽坏 就这样说 我必将所应许大魏 那圣洁可靠的恩典 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大魏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 就睡了 归到他祖宗那里 以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 他并未见朽坏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 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 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 你们勿要小心 免得先知书上 所说的临到你们 主说 你们这清慢的人 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所以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 到下安息日 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赞会以后 犹太人 和敬前敬犹太教的人 都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 不要恒久在神的恩组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 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 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极度 应勃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 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 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 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 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于是 主的道 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 挑唆 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二人在以歌念 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的 叫犹太人和希腊人 信得很多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 耸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脑恨弟兄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他的恩道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有服从使徒的 那时 外邦人和犹太人 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拥上来 要凌辱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吕高尼的 露斯德 特避两个城 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 露斯德城里 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吕高尼的话 大声说 有神界的人行 降临在我们中间啊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 称保罗为西尔米 因为他说话灵手 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 牵着牛 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 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喊着说 祝君 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 归向那创造 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 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会 从天降雨 赏赐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地拦住众人 不献祭于他们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阿和以戈念来 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 走进城去 第二天 从巴拿巴 往特币 对那城里的人 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 做门徒 就回路斯德 以歌念 安提阿去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 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 要办现在所作之功 就是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 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 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神怎样 为外邦人 开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 同门徒 住了多日 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 有几个人 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礼 不能得救 保罗 巴拿巴 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教保罗 巴拿巴 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 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腓尼基 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教众弟兄都甚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 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 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塞教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 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 述说 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神迹其事 他们助了声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 倒塌的帐户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圣余的人 就是凡称为 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所以 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 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 进届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 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 在各城 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 在会堂里 送读 那时 使徒和长老 并全教会 定义从他们中间 拣选人 拆他们和保罗 巴拿巴 同往安提阿去 所拣选的 就是称呼巴萨巴的 犹大和希腊 这两个人 在弟兄中 是做首领的 于是写信 交付他们 内中说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 叙利亚 吉利家外邦 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 搅扰你们 祸乱你们的心 其实 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所以 我们同心定义 拣选几个人 拆他们 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这二人 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顾姓名的 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腊 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进界 寄偶像的物和学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进界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他们既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 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 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个程 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塞普路斯去 保罗拣选了希腊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主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里加兼顾众教会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保罗来到特弊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行了歌礼 他们经过各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里加 加拉泰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地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 有一项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项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撒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不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 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祭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他被污鬼索负 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教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 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市上去建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定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 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 拨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挡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架在尖里 辱夫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间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尖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 看见街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 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两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役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说 官长打发人来 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间 平平安安地去吧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监里 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 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 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底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经过岸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帖萨罗尼家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父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希拉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里嫉妒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 搭伙成群 送洞合成的人 闯进耶孙的家 要将保罗 希拉 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孙 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天下的 也到这里来了 耶孙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 凯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于是 取了耶孙 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释放了他们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 往比里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闲于贴萨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贴萨罗尼家的 犹太人知道 保罗又在比里亚 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 便打发保罗 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 仍住在比里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祭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泰 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 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 辩论 还有伊比九鲁和斯多亚 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 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为时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提示 好像缺少神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坚强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窍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史图行传第十八章 这事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晋带着妻 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腊和提摩太 在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未到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裳说 你们的罪归到 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部 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 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加留 做亚盖亚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 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说 这个人 劝人不按着律法 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加留 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 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 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 加留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吉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尖阁里 剪了头发 到了以福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允 就辞别他们 说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 开船离了以福所 在凯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 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阿去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挨次经过 加拉太和福里加地方 兼顾众门徒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福所 他生在亚历山大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讲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 他单晓得 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 放胆讲道 百基拉 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 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亚该亚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 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那 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 极有能力 活到犹太人 因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使徒行传 第十九章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 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 这样 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喜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 告诉百姓 当心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话众人 后来 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 毁棒着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喇奴的学房 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神借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那时有几个 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父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赤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 有犹太祭司长 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 我认识 保罗 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赋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剩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 赤着身子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 凡住在以福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 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 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素行邪术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 主得到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顿 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 以拉多二人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 那时 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 有一个银匠 名叫迪米丢 是制造亚迪米神银勘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 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 说 众位 你们知道 我们是倚靠着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扶索 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 引诱迷惑许多人 说 人手所做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这样 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 也要被人轻忽 连亚西亚全地 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 就怒气填胸 喊着说 大灾 以不所人的亚迪米啊 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 该游喝亚里打鼓 齐心拥进戏园里去 保罗想要进去 到百姓门 门徒却不许他去 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 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亚历山大就白手 要向百姓分诉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喊着说 如此约有两小时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 就说 以福所人哪 谁不知道以福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 何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这事既是博不倒的 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造次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 也没有半读我们的女神 若是迪米丘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驳可以彼此对告 你们若问别的事 就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 我们难免被查问 论到这样聚众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说了这话 便叫众人散去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 就辞别起行 往马其顿去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 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 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 有比利亚人 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 贴萨罗尼加人 亚里达谷和西宫都 还有特币人该游 并提摩泰 又有亚西亚人 推击谷和特罗非摩 这些人先走 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除教的日子 我们从菲利比开船 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 在那里住了七天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烛 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游推谷 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 少年人睡熟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 不在他身上 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 掰饼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筒子 活活地领来 得的安慰不小 我们先上船 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亚朔 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尼 从那里开船 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在沙摩靠岸 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 越过以弗所 免得在亚西亚担言 他急忙前走 罢不得赶五旬节 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从米利都 打发人亡 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 始终为人如何 服事主 凡是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 凡于你们有意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 和希腊人证明 当下神悔改 信靠我主 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肾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 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正 受有捆锁与患难等待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 都不得再见我的面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 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必会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立你们做 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 说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 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如今 我把你们交托神 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纪念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 金 银 衣服 我这两只手 常攻击我和同仁的需要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 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 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使徒行传 第21章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一直行到戈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 要往斐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塞浦路斯 就从南边行过 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通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 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问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凯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 菲利家里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便了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 久违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 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地述说了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与神 对保罗说 兄太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 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 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愿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 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 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 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紧记那 寄偶像之物和学 并勒死的牲畜与坚引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 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 为他们个人献祭 那七日将晚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遭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这地方的 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 误会了这圣地 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 以弗所人 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 给营里的千夫长说 耶路撒冷 合成都乱了 千夫长历时带着兵丁 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 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 就止住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做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 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 带进营楼去 到了台阶上 众人挤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 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边 喊着说 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楼 保罗对千夫长说 我对你说句话 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懂得希腊话吗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兄徒 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树 并不是无名小成的人 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千夫长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摆手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 希伯来话 对他们说 使徒行传 第二十二章 诸位父兄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 希伯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照我们祖宗 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 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 奉这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 都所拿下奸 这是大祭司 和众长老 都可以给我 做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 打语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士阁去 要把在那里 奉这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 受刑 我将到大马士阁 正走的时候 约在晌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 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 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 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 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 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士阁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按照律法 是虔诚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对我说 兄弟扫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身 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译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 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寿喜 洗去你的罪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迟言 以你为我做的见证 这里的人 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 把细腻的人 把细腻的人 收在间里 又在各会堂里 鞭打他们 并且你的见证人 斯提凡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开手 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拆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 还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喧嚷 摔掉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仰起来 前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叫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 是为什么缘故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力吗 百夫长听见这话 就去见千夫长 告诉他说 你要做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入了罗马的民集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 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 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 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工会的人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使徒行传 第二十三章 保罗定睛看着工会的人 说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行事 为人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 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 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 你坐堂位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如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者说 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 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 一半是法利塞人 就在工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塞人 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 就争论起来 贵重分为两党 因为撒都该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和鬼魂 法利塞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 有几个法利塞党的文士 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 有什么恶处 他说有鬼魂或是天使 对他说过话 怎么样呢 那时大起争吵 前夫长恐怕保罗 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冰丁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到了天亮 犹太人 犹太人 同谋起誓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 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 祭司长和长老 说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工会 要知会前夫长 叫他带下保罗 到你们这里来 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 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 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 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说 你领着少年人 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 见千夫长 说 贝丘的保罗 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 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 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 带夏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允 于是千夫长 打发少年人走 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 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说 预备步兵两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两百 今夜駭出 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 牲口叫保罗旗上 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 哥老丢 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寂寞告诉我 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 兵丁赵索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凯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绿的衙门里 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便士帖吐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贴吐罗就告他说 贝利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仙剑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时随地 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 你嫌烦恤 只求你宽容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世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俗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 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 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照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 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 对人 长存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赏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线的时候 他们看见 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 并没有聚众 也没有嘲扰 唯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急或不然 这些人 若看出我站在孤会前 有妄为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 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神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 就知乌他们说 这等亲夫长吕西亚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过了几天 菲利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甚觉恐惧 说 你站起去吧 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 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肩里 使徒行传第25章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秦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凯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是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 犹太人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像犹太人 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 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凯撒利亚 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菲利斯留在间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 将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峙 为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纠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什么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借他到凯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 亚基帕和百尼基大仗威势而来 同着众签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 菲斯都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吩咐一声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尚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去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 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沉奏 据我看来 借送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实为万幸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 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窃窃的侍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自己以为 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冷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街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市阁去 王啊 我在路上 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就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 亚基帕王啊 我顾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 应当悔改 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因此 犹太人在地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 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 菲斯都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菲斯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之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基帕王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少为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 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 王和巡抚 并摆尼基与同坐的人 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 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 就可以释放了 《使徒行传》第27章 菲斯都既然定归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名叫尤柳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 由马其顿的贴萨罗尼家人 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到了西顿 游流宽带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暗行去 过了基利家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吕家的美拉 在那里 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连多日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 因为被风拦阻 就贴着克里特被风暗 从撒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加傲 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尽时的节期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劝众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 要受伤死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 过冬不变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菲尼基过冬 菲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 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毛 贴近克里特行去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那风名叫 有拉格罗 船被风抓住 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偏着一个小岛的被风案奔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拦锁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浅 就落下棚来 就落下棚来 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 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清晨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吹鼻 我们得救的指望又都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 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 约到半夜 随手以为渐进汉地 就探深浅 探得有十二丈 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 探得有九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盼望天亮 随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冰冰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冰冰砍断小船的绳子 由他飘去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 你们玄望忍饿 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 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注谢了神 掰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麦子 抛在海里 为要叫船轻易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就商议能把船 搂进去不能 于是砍断缆锁 气毛在海里 同时也松开剁绳 拉起头棚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 就把船割了浅 船头胶筑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冰钉的意思 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附水脱逃的 但百夫长要救保护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附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 众人都得了救 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民叫马尔他 土人看待我们 又非常的勤奋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 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 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 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理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 离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是岛长布百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 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 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 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 治好了他 从此 岛上其余的病人 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亚利山泰的船 往前行 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计 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 到了旭拉谷 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 来到利基翁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 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信息 就出来到亚比乌市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 就感谢神 放心壮胆 进了罗马城 保罗蒙准 和一个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处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 就对他们说 弟兄们 我虽没有做什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 借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于凯撒 并非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原为以色列人 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接着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 报给我们说 你有什么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教门 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狱出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神国的道 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合 就散了 为散已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 圣灵借先知以赛亚 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膽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 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赵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 是神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上的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 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照 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 在罗马为神所爱 奉赵做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 平安 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 感谢我的神 以你们的信德 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 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 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 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样 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 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 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 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 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 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 化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 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 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与人必因信得生 原来 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 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 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犯成了鱼桌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修坏的人 和飞禽 走受昆虫的样式 所以 神任凭他们 惩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 垫入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幻 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 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因此 神任凭他们 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起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 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争敬 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 判定行这样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第二章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以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描述他 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领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 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 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却将荣耀 尊贵 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著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作见证 并且 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就在神 借耶稣基督审判人 以密室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称为犹太人 又倚靠律法 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 是给瞎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蠢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 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你既是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奸淫 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 自己还偷窃 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 自己倒犯律法 那添辱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了亵渎 正如经上所记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 割礼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 那未受割礼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理 他虽然未受割礼 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这 有疑问和割礼 竟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 也是心理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罗马书第三章 这样说来 犹太人 有什么长处 割礼 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是 神的圣言 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 这有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晃的 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 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我们的不义 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怒 使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 若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 因我的虚晃 越发显出他的荣耀 为什么我还受审判 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 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 是该当的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吗 绝不是的 因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酷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 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 本是叫人知罪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 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 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 耶稣的人为义 即使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合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 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 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是的 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因信 称那受割礼的为义 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 我们因信 废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更是兼顾律法 罗马书第四章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 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面前 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 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 称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 这福是担加 给那受割礼的人吗 不也是 加给那 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 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 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 并且按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四 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 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始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自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萨拉的声誉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 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 以神为乐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 要来之人的预想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较过犯险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罗马书第六章 这样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又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地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 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 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 不要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 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成义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仆 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找人的长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 将肢体献给不节不法 做奴仆 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 献给义做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 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罗马书第七章 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 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 她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 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这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照心灵的心样 不按照疑闻的旧样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然而 最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 叫助班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借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的借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借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借命也是圣洁 公义 良善的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 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 因着借命 更显出是恶极了 我们原晓的 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 律法是善的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 罪做的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 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 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 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 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马书第八章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 和死的律了 律法 即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 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 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往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节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 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 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 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被照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 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马书第九章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祂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门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 从以色列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要来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赵人的主 神就对利百家说 将来大的 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这样 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罪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悲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 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照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和西阿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成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 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速速地完结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 给我们存留于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教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信你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 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 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信你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加美 只是人 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 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 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 传到地极 我再说 以色列人 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由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 悖逆顶嘴的百姓 罗马书第十一章 我且说 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没有 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变亚敏之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 经上论到 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 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即使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魏也说 愿他们的言习 变为网罗 变为击见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我且说 他们施脚 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的缺乏 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 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 我骨肉之心发愤 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所限的心面 若是圣洁 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 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 那是根拖着你 你若说 那枝子被折下来 是特为叫我接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自高 反而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 砍下来的 尚且逆着性 被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这本树的枝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 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 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着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就着简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照 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 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倒蒙了连续 这样 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 也就蒙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众人 身在 身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 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 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 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预言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话的 就当专一劝话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 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脂肪中 要喜乐 在患难中 要忍耐 祷告 要横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可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 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 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辅救 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听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凡要以善胜恶 罗马书第十三章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 比自取刑罚 做官的 原不是叫 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 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 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 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渊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良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异 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良的 给他纳良 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 惧怕他 当恭敬的 恭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 就完全了律法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 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信的时候 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焰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征敬极度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罗马书第十四章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 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纳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 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 绊脚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 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性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罗马书第十五章 我们坚固的人 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为要叫临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 建立德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荣耀归于神 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 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稣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 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 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但我稍微放胆 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 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神福音的祭司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 借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言语 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 只转到一粒粒谷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 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 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 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 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而且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 我望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相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 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 攻击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 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却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相 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得安息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她是尖格里教会中的女执士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体统 她在合适上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 又问 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问我所亲爱的 以拜泥土安 她在亚西亚 是归基督出节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安 她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 我亲属 与我一同坐监的 安多尼谷和尤尼亚安 他们在仕途中 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 又问我在主里面 所亲爱的 安波利安 又问 在基督里 与我们同工的 尔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 世大古安 又问 在基督里 经过试验的 亚比利安 问亚历多布家的人安 又问 我亲属 西罗天安 问拿鸡树家 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 为主劳苦的 土飞拿氏 和土富撒氏安 问可亲爱 为主多受劳苦的 比西氏安 又问 在主盟拣选的 鲁树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 亚讯奇徒 福勒干 黑尼 巴罗巴 黑马 并与他们 在一处的弟兄们安 又问 菲罗罗谷 和尤里亚 尼里亚 和他姊妹 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 在一处的 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误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 都问你们安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 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父 用花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 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 在山上聪明 在恶上渔浊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与我同工的提摩太 和我的亲属陆秋 耶稣 索西巴德 问你们安 我这带笔写信的德丢 在主里面 问你们安 那接待我 也接待全教会的 该游 问你们安 城内管银库的 以拉都 和兄弟阔土 问你们安 唯有神 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 隐藏不言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 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 借众先知的书 只是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 愿荣耀 以耶稣基督 归于独一全治的神 直到永远 阿们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蒙照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索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 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 凡事富足 口才 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赵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 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 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 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 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斯布 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 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 受喜 我也给斯蒂凡家 施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缘不是为施喜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 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 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鱼桌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鱼桌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鱼桌 但在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鱼桌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 可见你们蒙昭的 按照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 世上鱼桌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 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 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研大智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惊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然而 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 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定在十字架上了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 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 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 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 有极度 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 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 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直视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河街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 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它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它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 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鱼桌 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是鱼桌 如经上记者说 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 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不用我们 自己就做王了 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我想神 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 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到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到位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 又渴 又赤身露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我写这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 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 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我以打发提摩泰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 是我所亲爱又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 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自高自大 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 主若许我 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乃是他们的权能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权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行杖 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风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 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 把行这事的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 心却在你们那里 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教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 应当把旧教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心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 不可用旧教 也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教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病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勒索的 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罪咎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 与我何干 教内的人 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 有神审判他们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即使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 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话 是要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倒是欺压人 亏负人 况且所欺压 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奸淫的 做鸾童的 亲男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咎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祝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食物是为度妇 度妇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中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 我说男不尽女道好 但要免淫乱的是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带妻子 妻子代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 为了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 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 原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 若他们尝向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 就可以嫁娶 与其欲祸攻心 倒不如嫁娶为妙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说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不可再嫁 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 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的丈夫 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 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 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 无论是弟兄是姐妹 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神照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你这做妻子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做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 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 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有人一受割礼蒙照呢 就不要废割礼 有人未受割礼蒙照呢 就不要受割礼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个人蒙照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仍要守住这身份 你是做奴隶蒙照的吗 不要因此忧虑 若能以自由 就求自由更好 因为做奴仆蒙照于主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做自由之人蒙照的 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不要做人的奴仆 弟兄们 你们个人蒙照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连续 能做忠心的人 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现今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速安长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脱离 你没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 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弟兄们 我对你们说 时候减少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妻子 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 快乐的 要像不快乐 致买的 要像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 要像不用事物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 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 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 灵魂 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 行合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 以为自己 带他的女儿不合宜 女儿也过了年岁 事有当行 他就可随意办理 不算有罪 叫二人成亲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 心里又决定了 留下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在 这主里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守节 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 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论到既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论到吃忌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 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虽有成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 因败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 既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污秽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 看中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 绊脚石 若有人借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做行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且不放胆去吃那 既偶像之物吗 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 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 所作之功吗 假若在别人 我不是使徒 在你们 我总是使徒 因为你们在主里 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 就是这样分数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取信主的姊妹为妻 带着一同往来 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并基法一样吗 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 有谁 有谁栽葡萄园不吃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打肠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肠 我们若把鼠灵的种子 就是从你们收割 奉养肉身之物 这还算大事吗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 何况我们呢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 道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 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 主也是这样命定 就要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 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 因为我宁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夸得落了空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即使这样 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侠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为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 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教力争胜的 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 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 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功课起身 叫身符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处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贪偶像 像他们有人贪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 这一个饼 你们看书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 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 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 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言习 又吃鬼的言习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事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汤有一个不信的人 请你们复习 你们若愿意去 凡摆在你们面前的 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 乃是他的 我这自由 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我若谢恩而吃 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 被人毁谤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 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 以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又服权柄的记号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 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是何疑的吗 你们的本性 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那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 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 也是没有的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 不是受益 乃是招损 第一 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彼此分门别类 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 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 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 那个酒醉 你们要吃喝 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神的教会 叫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 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 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掰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信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 一同顶罪 所以 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 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 自己取罪 其余的是 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 受迷惑 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 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教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几亿分给个人的 就如身子是一个 就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维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射若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射若耳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聚个 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 越发得着俊美 我们俊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佩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式的 说方言的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其都是翻方言的吗 你们要切切地求 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 指示你们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得博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衣衫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 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数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那说方言的 远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做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 要造就 安慰 劝勉人 说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 做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 若不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那做先知讲道的 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若只说方言 不用启示 或知识 或预言 或教训 给你们讲解 我与你们 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那 有声无气的物 或销 或琴 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 所谈的是什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舌头若不说 容易明白的话 怎能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上的声音 或者甚多 却没有一样 是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 那声音的意思 这说话的人 必以我为话外之人 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 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 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 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 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 没有果效 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 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 不同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说阿门呢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 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 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 无据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万据方言 弟兄们 在心智上 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 在恶事上 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 总要做大人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方言 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 乃是为不信的人 做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 乃是为信的人 所以全教会 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都说方言 偶然又不通方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若都做先知讲道 偶然又不信的 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劝醒 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伏地 敬拜神说 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 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辩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在会中 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 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 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的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 按照次序行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的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吃手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 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莫了 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妻而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那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拘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了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 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 我们是为神望作见证的 因我们见证神 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再后 末期到了 那时 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予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扶了他 明显那叫万物扶他的 不在其内了 万物既扶了他 那时 子也要自己扶那叫万物扶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不然 那些为死人受洗的 将来怎样呢 若死人总不复活 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弟兄们 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所夸的口 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我若当日 向寻常人 在以夫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你们不要自欺 滥交是败坏善行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 是要叫你们羞愧 或有人问 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 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力 既如麦子 或是别样的骨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 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力 各有自己的形体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 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 属血气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的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煞时眨眼之间 号筒莫测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尝尝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样吩咐加勒泰的众教会 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即使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举荐谁 我就打发他们 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若我也该去 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我要从马其顿经过 既经过了 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 或者也过冬 无论我往哪里去 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主若许我 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 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夫所 只等到五旬节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 因为他牢里做主的功 像我一样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 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 至于兄弟亚伯罗 我再三地劝他 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 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几时有了机会 他必去 你们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弟兄们 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 是亚干亚初节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 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压该骨到这里来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因为你们带我有不及之处 他们补上了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 这样的人 你们勿要敬重 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 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 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你们要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我保罗亲笔问安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足可咒 主必要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 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并亚该亚变出的众圣徒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 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身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明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再视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 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 以你们夸口一样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 往犹太去 我有此意 岂是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 岂是从情欲起的 叫我忽视忽飞吗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飞的 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泰 在你们中间 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飞的 在他只有一事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 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告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 是为要宽容你们 我们并不是侠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凭信 才站立得住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是叫你们众人 有几分忧愁 我说几分 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 受了众人的责罚 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 坚定不移的安心来 为此 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你们赦免谁 我也赦免谁 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 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 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 他的诡计 我从前 为基督的福音 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那时 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 便辞别那里的人 往马其顿去了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心香之气 在这等人 就做了死的香气 叫他死 在那等人 就做了活的香气 叫他活 这是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力混乱神的道 那还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 在神面前 凭着基督讲道 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 我们其实又举荐自己吗 其向别人 用人的见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 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默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益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 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 原是渐渐褪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融上加融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们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执愤 就不丧胆 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 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谬讲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 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 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 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惠 因人多 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以致荣耀归于神 所以 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 却一天心思一天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神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 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培植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邻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 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 不凭内心夸口的人 有言可答 我们若果癫狂 是为神 若果谨守 是为你们 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 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 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 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 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 我们与神 我们与神同工地 也劝你们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月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月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职份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监禁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实 连结 知识 恒人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尾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荣耀 羞辱 恶名 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致丧命的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哥林多人啊 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你们狭窄 远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 报答我 我这话 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你们和不信的 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义和不义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 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魏神 得以成圣 你们要心地宽大 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 你们藏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 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胆 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 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分外的快乐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 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 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 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你看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诉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责罚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那要在神面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 表明出来 故此 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 以你们众人 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 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 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 因此我劝提多 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 就当办成了 你们既然在信心 口才 知识 热心 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 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我说这话 不是吩咐你们 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 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我在这世上 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是与你们有益 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 而且其此心意 已经有一年了 如今 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做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愿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 那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鱼 少收的也没有缺 多谢神 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带你们殷勤 像我一样 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 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 得了众教会的称赞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 和我们同行 把所托于我们的 这捐资送到了 可以荣耀主 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这就免得有人 因我们收的捐赢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 也是这样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趣 这人的热心 我们在许多事上 屡次实验过 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 就更加热心了 论到提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论到那两位兄弟 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荣耀 所以 你们勿要在众教会面前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 我不必写信给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 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 说亚干亚人预备好了 已经有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 激动了许多人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 夸奖你们的话 落了空 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见你们没有预备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 反成了羞愧 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 因此 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 先到你们那里去 把从前所应许的 捐资预备妥当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勉强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 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 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 得了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地捐钱 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 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 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 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以为 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用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属基督 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主赐给我们权柄 是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我就是为着权柄稍微夸口 也不至于惭愧 我说这话 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 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 这等人当想 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 信上的言语如何 见面的时候 形式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 和那自贱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 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 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 所劳碌的分外夸口 但指望你们 信心增长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 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 借着他现成的使夸口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哥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 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 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纯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 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 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守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它也就罢了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些 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 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 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这由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 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 或侵吞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捂漫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人在和事上勇敢 我说句愚妄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西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铁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 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 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 耶稣的父神 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 我自夸固然无异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 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 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 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击辱 疾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成了愚妄人 是被你们强逼的 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 在哪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骑士 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 你们还有什么事 不及别的教会呢 这不公之处 求你们饶恕我吧 如今 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难道我越发 爱你们 就越发 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 我是鬼诈 用心计 牢笼你们 我所拆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教宗吗 你们到如今 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宿 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 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 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 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 又怕有纷争 嫉妒 愤怒 结党 毁谤 谗言 狂傲 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 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 行污秽 奸淫 邪当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忧愁 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 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 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 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 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得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茶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可气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气绝的人 我们求神 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 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 是被气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扶住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赵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地带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 仁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一章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稀奇你们 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照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那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 从前在犹太教中 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 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 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 更加热心 然而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鲁撒冷 去见那些 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麻士阁 过了三年 才上耶鲁撒冷去见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 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 和基利加境内 那时 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 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不过听说 那从前逼迫我们的 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 归荣耀给神 加拉太书第二章 过了十四年 我同巴拿巴 又上耶鲁撒冷去 并带着提多铜去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 把我在外邦人中 所传的福音 对弟兄们沉说 却是背地里 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 唯恐我现在 或是从前突然奔跑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 虽是希腊人 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私下窥探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做奴仆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为了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 不论他是何等人 都与我无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 那些有名望的 并没有加增我什么 反倒看见了主 托我传福音 给那未受割礼的人 正如托彼得传福音 给那受割礼的人 那感动彼得 叫他未受割礼之人 做使徒的 也感动我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 那成为教会注食的雅各 基法 约翰 就像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香蕉之礼 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 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味道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急着他们来到 他因怕奉割礼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 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 也随火装甲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 随犹太人呢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我素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像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顶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 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 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远不本乎信 只说 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 得着所应许的胜利 弟兄们 我且照着人的长话说 虽然是人的文约 若已经立定了 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 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 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 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 四百三十年以后的 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为承受产业 若本乎律法 就不本乎应许 但神是凭着应许 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并且是借天使 经中宝之手设立的 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 神却是一位 这样 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 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已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 律法使我们迅蒙的师父 因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 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加拉太书第四章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权业的主任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 阿爸 父 可见 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司 但从前 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 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 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 月份 节气 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 是枉费了功夫 弟兄们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 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如今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 却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 原是好的 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常行在你们心里 我罢不得现金在你们那里 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做难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 是按照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是出于西奈山 生子为奴 乃是夏甲 这夏甲二字 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 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着 不怀孕 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难的 你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照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加拉太书 第五章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地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再指着 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 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 唯独是人生 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 不是出于那照你们的 一点面叫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 很信你们 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恨不得那 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弟兄们 你们 蒙兆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 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党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雁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圣灵所接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藩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加拉太书 第六章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 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虚用的 供给失教的人 不要自欺 神是轻漫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肿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肿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 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怎样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 凡稀徒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割离 无非是怕自己 为基督的十字架 受逼迫 他们那些受割离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离 不过要借着 你们的肉体夸口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受割离 不受割离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 就是做新造的人 反照此理而行的 愿平安 怜悯 加给他们 和神的以色列民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阿们 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做基督 耶稣 使徒的保罗 写信 给在 以福所的圣徒 就是在 基督 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 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 和主 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愿送赞 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树灵的福气 就如神 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 减醒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意志 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 这恩典 是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 是神用诸般 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 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 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 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 随己一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 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 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 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 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 是我们得基业的 凭据 只等到神之民 被赎 使他的荣耀 得着称赞 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 不住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 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 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 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 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以福所书第二章 你们死在 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金氏的风俗 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 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 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 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 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 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 集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词 显明给 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那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此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 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 没受割礼的 这名 原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 成为受割礼之人 所起的 那时 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 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礼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 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辈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福所书第三章 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念了 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 借着圣灵启示 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 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 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 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 我求你们 不要因我 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 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以福所书第四章 我为主被求地劝你们 既然盟照 行事为人 就当与盟照的恩相沉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盟照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常识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形式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 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林社 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 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嚷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以福所书第五章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平安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 和祭物 献与神 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 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 连提都不可 方和圣徒的提统 淫词 妄语 和细笑的话 都不相依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伏的话 欺哄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 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 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总要查验 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 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 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向愚昧人 当向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就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河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 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以福所书第六章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兢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想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比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 带仆人也是一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 欲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则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 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 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再次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 放胆讲论 今有所亲爱 忠心侍奉主的兄弟 推击鼓 他要把我的事情 并我的景况如何 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特意打发他 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 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 仁爱 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腓利比书 腓利比书第一章 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和提摩泰 写信给繁著腓利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和诸位监督 诸位之士 愿恩惠 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 并祝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 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 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 兴旺福音 我深信呢 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为你们众人 有这样的意念 原始应当的 因你们 藏在我心里 无论我是在 捆锁之中 是变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 一同得恩 我体会 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 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致我受的捆锁 在欲迎全军 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 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锁 就笃信不移 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有的传基督 是出于极度纷争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 知道我是为 辩明福音设立的 那一等传基督 是出于结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增 我捆锁的苦楚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 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 且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 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战力的闻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你们的征战 就与你们在我身上 从前所看见 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所以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服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 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以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交电在旗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 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我靠主耶稣 指望快打发提摩太 去见你们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 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 提摩太的名证 他兴旺福音 与我同牢 但我像儿子 带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 我的事要怎样了结 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 自信我也必快去 然而 我想必须打发 以巴夫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 神连续他 不但连续他 也连续我 免得我忧上加忧 所以我越发急速 打发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 就可以喜乐 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故此 你们要在主里 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 几乎致死 不顾性命 要不足 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肥利比书第三章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犬类 防备作恶的 防备妄自行割的 因为真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 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 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遍雅敏支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 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 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 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由自己 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 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 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 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照那能教万有 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所亲爱 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应当靠主战力地稳 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 要在主里同心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恶的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 曾与我一同劳苦 还有格力棉 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当教众人知道 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尽了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 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原是美事 菲利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 我初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瘦瘦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 就是我在贴萨罗尼加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帐上 但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 因我从以巴伏提 受了你们的馈送 当作极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纳 所喜悦的祭物 我的神 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凯撒家里的人 特特地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 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惠 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 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福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以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我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灵的智灵上 满心知道神的旅行事为人 叫我们能够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他救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想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心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知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 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 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 患难的缺陷 我照神 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 传得全备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 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 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 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 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 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 引到神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 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 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至疯疯足足 在悟性中 又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 迷惑你们 我身子随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寻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 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那是基督使你们脱去 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了 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你们从前 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力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卤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期 月朔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眼 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 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 拘泥在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自高自大 不持定援手 全身既然靠着他 金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 大得掌尽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仍想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长 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 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 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思义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济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 哥罗西书第三章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制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 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 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 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 话外人 息骨蹄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 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 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 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照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哥罗西书第四章 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地带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 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此敬行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 由我亲爱的兄弟 推积鼓 要将我一切的事 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 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 亲爱忠心的兄弟 阿尼西摩同学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 都告诉你们 与我一同坐肩的 亚里达古问你们安 巴拿巴的表弟 马可也问你们安 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就接待他 耶稣若成为尤士都 也问你们安 奉歌里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 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 以巴福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的稳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玻璃的弟兄 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 和迪玛 问你们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 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亚基布说 务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捆索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贴萨罗尼加前书 贴萨罗尼加前书第一章 保罗 希拉 提摩泰 写信给贴萨罗尼加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 平安 归于你们 我们为你们众人 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提到你们 在神 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地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 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为人 并且 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甚至你们 做了马其顿 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因为主的道 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 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请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 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 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 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 查验我们新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尽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 公义 无可指摘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 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弟兄们 你们曾效法犹太中 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这犹太人 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又把我们赶出去 他们不得神的喜悦 且与众人为敌 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 使外邦人得救 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 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 已经到了极处 弟兄们 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 是面目离别 心里却不离别 我们极力地想法子 很愿意见你们的面 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 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 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喜乐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章 我们既不能再忍 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 在基督福音上 做神执事的提摩泰 前去兼顾你们 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 劝慰你们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为此 我既不能载人 就打发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 到底诱惑了你们 叫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 但提摩泰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 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以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 切切地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 因着你们的信心 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战力地稳 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甚是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 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 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 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 劝你们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样行 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 更加勉励 你们远晓得 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阴行 要你们个人晓得 怎样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要一个人 在这世上月份 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 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神造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 那弃绝的 不是弃绝人 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 论到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 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 要更加勉励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亲手做工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 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一无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帖撒罗尼家前书第五章 弟兄们 论到时候 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 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守 把信和爱 当作护心静折胸 把得救的盼望 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 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 睡着 都与他同活 所以 你们该彼此权威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敬重那在你们中间 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谨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 用爱心 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辅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我主耶稣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 勿要圣洁 我指着主嘱咐你们 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同在 帖撒罗尼加后书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一章 保罗、希拉、提摩泰 写信给帖撒罗尼加 在神、我们的父 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合宜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 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 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 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 你们也信了 因此 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 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照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 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 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照着我们的神 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第二章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冒我明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移 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 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鬼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 照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地稳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知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坚固你们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三章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 得到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 要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靠主深信 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 并学基督的忍耐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你们自己原知道 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 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 倒是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 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因我们听说 在你们中间 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 吩咐劝戒这样的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 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弟兄 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随时 亲自给你们平安 愿主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 都以此为继 我的笔记就是这样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奉我们救主神 和我们的盼望 基督耶稣之命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 因信主 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 主基督耶稣 归于你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仍住在义夫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 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 荒谬无凭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 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生出来的 有人偏离这些 反去讲虚服的话 想要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 所讲说的 所论定的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何以 因为律法 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炼世俗的 弑父母和杀人的 行淫和亲男色的 抢人口和说谎话的 并起假事的 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 弑社设立的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 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误恼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 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但愿尊贵 荣耀 归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 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儿提摩泰啊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 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 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 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徐米乃 和亚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 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 就不再傍读了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 我劝你 第一 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 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架 到了时候 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外邦人的师父 教导他们相信 学习真道 我说的是真话 并不是谎言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 自首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鞭发 黄金 珍珠 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 净神的女人相依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然而 女人若长存信心 爱心 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 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 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争敬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 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等人 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说谗言 有节制 凡事忠心 知识 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善做执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 大有胆量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大灾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揭在荣耀里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 烙灌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娶 又禁戒食物 就是神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受的 凡神所造的物 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就没有一样可泣的 都因神的道 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 你若将这些事 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 善道上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些事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勉 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 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些事 你要因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提摩太前书 第五章 不可言则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节节的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若寡妇有儿女 或有孙子 孙女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 学着行孝 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 是可悦纳的 那独居无靠 真为寡妇的 是仰赖神 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但那好艳乐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这些事 你要嘱咐他们 叫他们无可指责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寡妇记在册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只做 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接待远人 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辞她 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他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 当初所许的怨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 挨家闲游 不但是懒惰 又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 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 置于家务 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她们 不可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控告长老的成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叫其余的人 也可以惧怕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 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 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给人行按手的礼 不可急促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清洁 以你胃口不清 律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点酒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如同先到审判案前 有些人的罪 是随后跟了去的 这样 善行也有明显的 那不明显的 也不能隐藏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凡在恶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 就亲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 是信道蒙爱的 你要以此教训人 劝勉人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前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号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极度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拿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 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 然而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依有识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敬钱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诏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 并在向本丢比拉多 做过那美好见证的 基督耶稣面前 祝福你 要守着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他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他 阿们 你要嘱咐那些 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 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 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祝福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执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摩泰啊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 和那敌真道 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着学问 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提摩泰后书 提摩泰后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谢信给我亲爱的儿子 提摩泰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 祝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感谢神 这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 不住地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罗姨和你母亲 永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眺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 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诏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仙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 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的那 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 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凡在亚西亚的人 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肥吉禄 和黑魔奇尼 愿主 怜悯 阿尼瑟福一家的人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愿主使他在那日 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福所 怎样多多地服侍我 是你明明知道的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 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建政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向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的农夫 理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 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 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魏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 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你要使众人 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 必进到更不敬前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窗 越烂越大 其中有徐米乃和斐里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事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仁爱 和平 唯有那鱼拙 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 这等事 是起征镜的 然而 主的仆人 不可征镜 只要温温和和的 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 劝诫 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 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罗 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 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放毒 违背父母 妄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谗言 不能自曰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艳乐 不爱神 有敬钱的外貌 却背了敬钱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那偷进人家 牢笼 无知 妇女的 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 雅妮和杨碧 怎样抵挡摩西 这等人 也怎样抵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 是可废弃的 然而 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那二人一样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阿 以歌念 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 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 耶稣里 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只是作恶的 和迷惑人的 比越久越恶 他欺哄人 也被人欺哄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 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 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 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艺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 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 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 并且眼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焦点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索性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紧的 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 贪爱现金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贴萨罗尼加去了 格勒是 往加拉泰去 提多 往达玛泰去 都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我已经打发推积鼓 往以夫索去 我在特罗亚 留于家部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同将亚历山大 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 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 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问百基拉 亚居拉 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特罗菲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 到我这里来 有有布罗 布田 利努 哥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提多书 提多书第一章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与敬迁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 是按照神 我们救主的命令 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 共信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惠 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 基督耶稣 归于你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 是要你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 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 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阴久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益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 自持 坚守所较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 驳倒了 因为有许多人 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 欺哄人 那奉歌里的 更是这样 这些人的口 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 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有克里特人中的 一个本地先知说 克里特人 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又缠又懒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 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 纯全无辞 不听犹太人 荒谬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在捷径的人 凡物都捷径 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捷径 连心地和天良 也都污秽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 形式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的 提多书第二章 但你所讲的 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端庄 自首 在信心 爱心 忍耐上 都要纯全无辞 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 要恭敬 不说谗言 不给酒 做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 爱丈夫 爱儿女 谨守贞洁 料理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 被毁谤 又劝少年人 要谨守 你自己凡事 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 要正直端庄 言语纯全 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 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 便自觉羞愧 劝仆人 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的喜欢 不可顶撞他 不可私拿东西 要显为忠诚 以致凡事尊容我们 救主神的道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 经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 公义敬钱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这些事 你要讲明 劝诫人 用各当权柄 责备人 不可叫人轻看你 提多书第三章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毁谤 不要争敬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逆 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 长存恶毒 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但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 所施的慈爱 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 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 因他的恩 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四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 把这些事 切切实实地讲明 是哪些 以信神的人 留心做正经事业 这都是美事 并且与人有益 要远避 无知的辩论 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 而起的争竞 因为这都是 虚妄无益的 分门结党的人 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 已经被盗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还是去做 我打发亚提马 或是推击鼓 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你要赶紧 往尼哥波利 去见我 因为我已经定义 在那里过冬 你要赶紧给律师 西纳和亚波罗送行 叫他们没有缺乏 并且我们的人 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同我在一处的人 都问你安 请代问那些 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愿恩惠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肥利门书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同工 肥利门 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部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 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 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 所同有的信心 显出功效 世人知道 你们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兄弟啊 我为你的爱心 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 因众圣徒的信 从你得了畅快 我虽然靠着基督 能放胆吩咐你 何疑的事 然而 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 耶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 所生的儿子 阿尼西谋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打发他 亲自回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 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 不是出于勉强 那是出于甘心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 那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在你呢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 并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 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为基督耶稣 与我同坐间的 以巴伏问你安 与我同工的马可 亚里达古 迪玛 路加 也都问你安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的心里 阿们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一章 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欲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成寿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徒役 论道子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不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尼 胜过高尼的同伴 又说 主啊 你起出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目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天使 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 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 效力吗 西伯来书第二章 所以 我们当越发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反干犯悖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 岂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 骑士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远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官名 并将你手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如今 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 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原来 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宜的 因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说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养你 又说 我要 依赖他 又说 看哪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就拔天使 乃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世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忌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西伯来书第三章 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是我 探望并且观看 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西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既蒙留下 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 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尽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 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魏的书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隐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应这些 若是约书亚 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抛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 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 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西伯来书第五章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狮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照 像亚伦一样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 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樊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 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西伯来书第六章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钉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 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吉利 必被废弃 禁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 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 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 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正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 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迈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漫内 西伯来书第七章 这迈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 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 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族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 先祖亚伯拉罕 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 取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那德祭司之任的立位子孙 领命照例向百姓 取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 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独有麦基喜德 不与他们同仆 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布岛的礼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 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的说 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 纳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德 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 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 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 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 本属别的职派 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 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支派 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地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再者 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事力的 至于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事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事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誓 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既是起事力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 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阻隔 不能长久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绿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绿法以后启示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西伯来书第八章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 智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 这帐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 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 也必须有所献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士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 说 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力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欠 既说新约 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见旧见衰的 就必快归无有了 西伯来书第九章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锁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陈设饼 第二曼子后 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制圣锁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马拿的金罐 和亚伦发过牙的账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禄伯的影 照着施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 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账目 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账目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 头一层账目仍存的时候 进入制圣锁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 连那饮食和珠般洗酌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拿更大更全辈的账目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锁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 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私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为此 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 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兆之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遗命 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 遗命才有效力 若留遗命的尚在 那遗命还有用处吗 所以 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利的 因为摩西当日 照着律法 将各样诫命 传给众百姓 就拿诸红色荣和牛西草 把牛犊 山羊的血和水 撒在书上 又撒在众百姓身上 说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 立约的凭据 他又照样 把血撒在账目 和各样器皿上 按照律法 凡物差不多 都是用血结净的 若不留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结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结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 人手所造的圣索 这不过是真圣索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 进入圣索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 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西伯来书第十章 律法即是将来美式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 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 将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洁净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所以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烦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烦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线的 后又说 我来了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它 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 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 所承认的指望 不置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神冤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 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 成了戏警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 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 被捆索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 还有一点点时候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 这样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着信 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以诺因着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因着信 即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诏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违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 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 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 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因着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 给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 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 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 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 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 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 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就守于月节 行洒血的礼 免得那灭长子的 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如行干地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妓女喇合因着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了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要一一细说 基地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魏 撒末尔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 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 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生生的父 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益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施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又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 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豪哭怯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 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蜜云 黑暗 暴风 绞声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 所命他们的话 说 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拔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机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明露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所 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 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西伯来书 第十三章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吕 因为曾有接待客吕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你们要纸 你们要纸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纸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婚姻 婚姻人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族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偏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 诸般怪异的教训 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 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帐幕中 供职的人 不可同吃的 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 做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 被烧在营外 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 我们也当初到营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送赞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 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那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异了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 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们 我略略写信给你们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你们该知道 我们的兄弟提摩泰 已经释放了 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 和众圣徒安 从意大利来的人 也问你们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雅各书 雅各书 雅各书第一章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 仆人的雅各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救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卑微的弟兄身高 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碑 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摔残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 思域迁移 诱惑的 思域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 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权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 坐在我脚凳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宫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得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 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 使人自由的律法 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 说话行事 因为 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 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 原是向审判夸胜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 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了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虚浮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 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 称义吗 可见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 并行 而且 信心因这行为 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 信神 这就算为 他的义 他又得 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 是应着行为 不是单应着信 妓女 女 哪 和 接待 使者 又放他们 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应行为称义吗 身体 没有灵魂 是死的 信心 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雅各书 第三章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 晓得我们要受 更重的判断 原来 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 放在马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调动 他的全身 看哪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催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 转动 这样 舌头在白体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 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 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 宋赞那为主 为父的 又用舌头 咒祖那照着神形象 被造的人 宋赞和咒祖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泉源 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 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 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 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 也不能发出 甜水来 你们中间 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 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 若怀着苦毒的 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 有极度纷争 就在何处 有扰乱 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 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满有怜悯 多皆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征战 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 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极度 又斗殴 征战 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 岂不知 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们想经上所说 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 至于极度吗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 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 要截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呢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属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 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书第五章 嗨 你们这些富族人啊 应当哭泣 嚎啕 因为将有苦难 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绣 那绣要证明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 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万君之主的耳了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 好艳乐 当宰杀的日子 竟骄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啊 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啊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 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肯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 若有施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泰 加帕多加 亚西亚 必推你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仙剑 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 多多地加给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佛婆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 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 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 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 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 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仿 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既称了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 为父 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穴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穴 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 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 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性 唯有主的道 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彼得前书第二章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 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见长 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食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因为经上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防角石 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 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 做了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半跌 他们这样半跌 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 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 要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 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 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见察的日子 微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臣宰 因为神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 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中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你们做仆人的 凡是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 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叫良心 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 这在神看 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兆 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通了案 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轻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彼得前书 第三章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 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 有真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 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 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养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她为主 你们若行善 不应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总而言之 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道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辩人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 基督为圣 有人为你们 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存着无亏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 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 污赖你们 在基督里 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神的旨意 若是叫你们 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 因行恶受苦 因基督 也曾一次 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 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致死 按着灵性说 他复活了 他借着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幸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 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 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 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 彼得前书 第四章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 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因为往日 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行邪淫 恶欲 醉酒 荒焰 群饮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 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 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面前 交账 为此 就是死人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 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 却靠神活着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 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互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 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 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 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道要因这名 归荣耀给神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 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 起手 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紧紧得救 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占呢 所以 那赵神旨意 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 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彼得前书 第五章 我这做长老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 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 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 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 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挟制 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们年幼的 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不要紧守 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 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照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愿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略略地写了这信 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 希腊转教你们 劝勉你们 又证明这恩 是神的真恩 你们勿要在这恩上 站立得住 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安 我儿子马可 也问你们安 你们要用爱心 彼此轻嘴问安 愿平安 归于你们 烦在基督里的人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做耶税基督 基督仆人和使徒的 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 因我们的神 和救主 耶稣基督之意 与我们 同得一样 宝贵信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地 加给你们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赵我们的主 因此 祂已将 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我们 叫我们 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 有份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 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 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 在认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贤懒 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 和拣选 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 必叫你们 丰丰富富的 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助耶稣基督 永远的活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 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 常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 应当趁我还在 这帐篷的时候 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 这帐篷的时候 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 耶稣基督 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 将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 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 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 他的威容 他从父神 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 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 从天上出来 我们并有先知 更缺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陈兴在你们心里 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 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 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彼得后书 第二章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父 私自引进 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 谐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 被毁谤 他们应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令 他们的刑法 自古以来并不迟言 他们的灭亡 也必速速来到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神也没有宽容 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 临到那不敬钱的世代 却保护了传异道的 挪亚一家八口 又判定索多玛 俄摩拉将二成轻腹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 不敬钱人的见解 只搭救了那 常为恶人 隐形忧伤的义人 罗德 因为那义人 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 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主知道 搭救敬钱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 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 纵污秽的情欲 轻慢主治之人的 更是如此 他们胆大任性 毁谤在尊位的 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 虽然力量全能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 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 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 所不晓得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 行的不义 就得了不义的工价 这些人喜爱 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 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 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 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难阻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漠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精夸的大话 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倘若他们应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 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景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异路 竟背弃地传给他们的生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索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 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彼得后书第三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叫你们纪念圣仙之 欲仙所说的话 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 必有好击窍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 出来击窍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仍是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 凭神的命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 当时的世界 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留到不敬钱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丹言 其实不是丹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道一样 那日 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雾 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钱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安然建筑 并且要以 我主 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应由 就如我们 所亲爱的兄弟 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 也都是想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一章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 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 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 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放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 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的 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 所受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 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 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小子们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 借着主民得了赦免 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远有的 少年人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小子们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远有的 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 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 那恶者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 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 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 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论到你们 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由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 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 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若知道 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 约翰一书第三章 你看 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是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凡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你们知道 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犯罪的 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 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 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 由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 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 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 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弟兄们 世人若恨你们 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 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的心 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得着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约翰一书第四章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 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凡灵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 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是属世界的 所以论世界的事 世人也听从他们 我们是属神的 认识神的 就听从我们 不属神的 就不听从我们 从此我们 可以认出真理的灵 和谬望的灵来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拆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拆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差子 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 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 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 在爱里 未得完全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 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 所受的命令 约翰一书第五章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 是神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由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 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 水与血 这三样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 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 是为他儿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 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 就是将神 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 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 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 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 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 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 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 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人若看见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 那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 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 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小子们啊 你们要自首 远避偶像 约翰二叔 做长老的 写信给蒙检选的太太 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 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 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 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 与我们同在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他儿子 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 从父所受之命令 遵行真理的 就甚欢喜 太太呀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 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 我们从起初 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 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 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因为世上 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 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 就有父 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我还有许多事 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蒙简选之姊妹的儿女 都问你啊 约翰三叔 做长老的 写信给亲爱的该由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由弟兄来证明你 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 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兄弟啊 凡你像做客 律师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 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帮助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 名出外 对于外邦人 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 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 一同为真理做工 我曾略略地 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好为首的丢特肥 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足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亲爱的兄弟呀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地米丢行善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 你也知道 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但盼望快快地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愿你平安 众位朋友都问你安 请你替我按着姓名 问众位朋友安 犹大书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犹大 写信给那被赵 在父神里蒙爱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愿连续平安 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 后来就把那些不信地灭绝了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又如索多玛 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 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 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勇火的刑罚 作为见解 这些做梦的人 也向他们污秽身体 轻慢主治的 毁谤再尊位的 天使长米加勒 为摩西的尸首 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 罪责他 只说 主责备你吧 但这些人 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 与那没有灵性的处类一样 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他们诱惑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样的人 在你们的爱惜上 与你们同吃的时候 正是交食 他们做牧人 只知喂养自己 无所惧怕 是没有雨的云彩 被风飘荡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死而又死 连根被拔出来 是海里的狂浪 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 是流荡的心 有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永远存留 亚当的七世孙 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尽钱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尽钱的事 有证实不尽钱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刚闭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惨媚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 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 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漠视必有好计竅的人 随从自己不尽钱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 也当厌恶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暇无疵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启示录 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十折 小遇他的仆人 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神 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 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啊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 阿们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甲 是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力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锤号 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大羽以弗索 士美纳 别加摩 推亚推拉 撒迪 非拉铁非 老底加 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启示录第二章 你要写信给已夫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了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 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你要写信给 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 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 父族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 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那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由良人利剑地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帕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 有几件事 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 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寿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瞳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迭 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迹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行 看哪 我要叫他病卧在床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同的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 我告诉你 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了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烈国 他必用铁杖挟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呼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沉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第三章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误会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重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灯 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 你必在土天下人寿室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位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贫穷 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烈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圣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第四章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毕成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既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旗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灯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火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火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火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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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西灾 金灾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火物将荣耀 尊贵 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 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佩德荣耀 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启示录第五章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言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 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印 就是神的七印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这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伺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 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 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 且听见宝座与活物病 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树木 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 颂赞 尊贵 荣耀 权势 都归给 做宝座的 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赐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启示录第六章 我看见羔羊 揭开七印中 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 四活物中的 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 说 起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它 它便出来 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 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 赐给它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这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笔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 买一升麦子 一钱银子 买三升大麦 油和酒 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它 有权柄赐给它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贴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并未做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 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申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树木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 坠落雨地 如同五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旧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了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富富 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石里 向山和岩石石石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奴婢作宝作者的面部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启示录第七章 此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只长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 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向那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 受印的数目 有十四万四千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吕变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加德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福塔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历位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撒加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汴雅民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 敬拜神 说 阿们 阿们 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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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孙三 全名 大力 同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 阿们 长老中 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 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 要用帐幕复笔他们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透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启示录第八章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两刻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火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虽有雷轰 大声 闪电 地震 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鲍子与火掺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一棵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雀 海中的活物 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 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 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偷配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 飞在空中 并听见它大声说 早为天使 要吹那其余的话 你们住在地上的谜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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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它 它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望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 都因这烟昏暗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它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它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轻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 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和怨 这痛苦 就像蝎子遮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冕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结脚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 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 做他们的忙 按照西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腊话 名叫亚伯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金弹的刺脚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说 把那捆绑在 又巴拉底大河的 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两万万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意想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 有甲乳伙 与子马脑并硫祸 马的头 好像狮子 有火 有烟 有硫祸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 并硫祸 这三样灾 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着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 做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 自己手做做 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铜木 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杀 邪术 奸银 偷窃的事 启示录第十章 我又看见 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猪鹃 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好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那 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启示说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 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 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我先前从天上 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 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 手中展开的小书卷 取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 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 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后 肚子觉得发苦了 天使对我说 你必指着多民 多国 多方 多王 再说预言 启示录第十一章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作粮夺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 都粮一粮 只是殿外的院子 要留下不用粮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 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抽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壁色 不下雨 又有权柄 又有权柄 叫水便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四驾之处 从各民 各族 各方 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 翻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 放在坟墓中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 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至害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 第三样灾祸 快到 第七位天使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成了国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九面浮于地 敬拜神 说 西在 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以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 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代销 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当时 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 献出他的约会 随后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地震 大煲 启示录第十二章 天上献出大意向来 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童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他怀了欲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呼叫 天上又献出意向来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九 七头上 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富人面前 等他生产之后 要吞吃他的孩子 富人 生了一个男孩 是将来 要用铁杖 侠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 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富人 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 有神给他 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 一千二百六十天 在天上 就有了征战 比加勒 从他的使者 与龙征战 龙也 从他的使者 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 再没有他们的地 大龙 就是那骨折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只迷惑普天下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 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 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 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 是因高扬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随之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 朱天和 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 地与海 有祸了 因为 魔鬼知道 自己的 时候 不多 就 气愤愤地 吓到 你们那里 去了 龙剑自己 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 妇人 于是 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刺给妇人 叫他 能推到矿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时 他在那里 被养活一载 二载 半载 则就在 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弟 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 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 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 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 那时龙 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启示录第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 带着十个冠冰 七头上 有亵渎的笔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也拜兽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 各民 各方 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必备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备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 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 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兽面前能行骑士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 要给那受刀伤 还活着的兽 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兽相的人 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兽名 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启示录第十四章 我要观看 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 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活物 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 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要看见 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 创造天 地 海 和众水 全员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叫万民喝 人在神愤怒的悲中 唇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 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竹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我要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 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 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 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 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 已经石头了 那坐在云上 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 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 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 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炸中 那酒炸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炸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脚环 圆有六百里 启示录第十五章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 大而且极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掺杂 又看见那些圣了兽和兽的像 并插名字数目的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高阳的歌 说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 奇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 异灾 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啊 因为 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以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贵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胸间竖着金带 四活物中 有一个把盛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神 大怒的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 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启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成神大怒的七碗 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毒的窗 生在那些 有兽印记 拜兽相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 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 把碗倒在江河 与中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 中水的天使说 西在 金在的圣者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留圣徒 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 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神 全能者 你的判断 意在 成在 第四位天使 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 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 把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 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 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 把碗倒在 又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 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骑士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 叫做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 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 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 成啊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成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日众一塌连得 为这宝子的灾极大 人就亵渎神 启示录第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 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 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 宝石 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增吃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秽 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 奥密哉 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增之物的母 我要看见那女人 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她 就大大的稀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 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 告诉你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见先前有 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兽 就必稀奇 智慧的心 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 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过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兽 同德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 将自己的能力权柄 给那兽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 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 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 就是蒙兽 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 坐得重水 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 多方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羽兽 必恨这淫妇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因为神使诸王 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 给那兽 只等到神的话 都应验了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地上 众王的大臣 启示录第十八章 此后 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师 从天降下 弟 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说 阿米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 可增制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 携营大木的酒 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 与他行营 地上的客商 因他奢华太过 就罚了财 我又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栽扬 因他的罪恶滔天 他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地报应他 用他调酒的杯 加倍地调给他喝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我做了皇后的胃 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样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 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速来与他行营 一同奢华地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 说 埃塞 埃塞 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 也都为他哭泣 悲哀 因为没有人 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就是 金 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色料 绸子 珠红色料 各样香木 各样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 和铜 铁 汉白玉的器皿 并肉桂 豆蔻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细面 麦子 牛 羊 车 马 和奴仆 人口 巴比伦啊 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凶美味 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绝不能再见了 贩买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 哭泣悲哀 说 哀哀哀哀哀 这大城啊 素肠穿着细码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 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这么大的富后 就归于无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 往各处去的 并重水手 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 就喊着说 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啊 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 哭泣悲哀 喊着说 哀哀哀哀 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 成了富足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了荒肠 天哪 众圣徒 众使徒 众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 伸了你们的冤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像大漠石 扔在海里 说 巴比伦大城 也必这样猛力地 被扔下去 绝不能再见了 弹琴 作乐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首艺人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跃见 推磨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腹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上 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 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 并递上一切 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 看见了 启示录第十九章 此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 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全能 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 是真实 公义的 因他 判断了那用 淫心败坏世界的 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 讨留 胡人血的罪 给他们申乱 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 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座宝座的神 说 哈利路亚 有声音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啊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言的 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 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 同事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 诚信 真实 他审判 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 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剑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 狭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 烈怒的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 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延席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鱼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 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见那兽 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 曾行骑士 迷惑兽兽印记 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辈勤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 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启示录第二十章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笼 就是骨蛇 又叫魔骨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 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扯的灵魂 可那没有败过兽与兽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 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 有份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格和马各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 与蒙埃的城 就由火从天降下 烧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铺装饰整集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帐户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地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甲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权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 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 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七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 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 那里从天而降的 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 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 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 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 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子量那城 共有四千里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轴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荆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高阳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藤文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人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 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指示我 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冰凉如水晶 从神河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致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读 在城里有神和高阳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献之 倍感之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诚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哪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这些事 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俯伏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眉夹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犬柄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 并一切喜好 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耶稣 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魏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陈星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 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 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书 和圣诚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